再一起祈祷 多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的话语的宝贵 是因为我们 听得明白 读得明白 你的话语宝贵 亦都是因为 我们能够 按着你的教导 去实行出来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 教导要求 命令 不是难做 是主耶稣 你自己告诉我们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主要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 再次学习 学习行出来 帮你帮助我们 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命 阿们 如果在教会 都有一段时间 耶稣所说的故事 都一定听过不少 就算是可能不是 信了住很长的时间 都是会听过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里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学习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当然我们一读到 这个故事主耶稣 就告诉我们 有这个律法师 来试探他 在路加的记载里面 一开宗名义 已经是说 他来试探耶稣 所以我们一读 就知道 究竟 是那个 过宗的底蕴 是发生着什么事 但是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律法师 他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就问耶稣 我该作什么 可以承受永生 他有一种意念 就是 我做些事 就得到永生 那本来这件事不是错的 因为我们当然有些事要做的 没理由只是坐在那儿 放起脚 或者天天躺在床上 就自动有永生的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真是很开心了 因为 真是什么都不用理 不单是什么都不用做 是什么都不用理 躺在那儿就可以了 那我们 个个都想有这些这样的 杰素的 我们都是 很 很 很觉得 自自然有的东西 就真是最开心了 但是主耶稣其实呢 是很清楚地说给我们听 我们得到的救恩 不是因为我们做些什么 所以得到永生的 但是同时呢 主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又很着重要做 他 很明显地 二十八节那里呢 当这个的律法师说了 要 要 怎么样去按照律法来生活呢 就要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 爱主你的神 这个第一样 是最重要的界明 而第二个的界明呢 就是要 爱伦赦如同自己 那么 耶稣听见他这个答案 讲得绝对对 我们所谓的 model answer来的 这个无范的答案来的 标准答案来的 耶稣跟着说 就是说 你要这样行 就得永生 就是你都要做的 我们讲的呢 是永生是 是白白得到的救恩 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的 但是耶稣也都同时是很着重 我们是要做的 那么到了最后结尾那句呢 也都是一样 当耶稣问话 那三个人的里面呢 究竟 哪一个是那个被人打劫 那个人的论赦呢 那连律法师都会答了 就是那个联敏他那个 帮他那个 耶稣就很简单地说 你去照样行吧 你都是要做的 有些事情是要做的 所以对于我们有时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经常就很着重 是恩信称义的 我们不是靠行为的 是恩典来的嘛 以至呢 不可以有人夸口了 那我们有时就很着重呢 就是那句呢 就是说 不是靠行为的 是靠恩典的 于是我们以为 什么都不用做 其实保罗那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以至人不可以夸口 他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 他有个重点就说 以至我们不可以夸口 所以呢 有些事情真的要做出来 所以我们也都很着重 是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不是你信了就放在心里面就行 不是你信了就去说就行 不是你信了之后 唱下那些诗歌就行 甚至不是说你信了之后 你读下圣经就行 而是真的要活出来的 是要活出来 做出来 那这里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学习呢 就是那些怜悯 那个怜悯 这个被人打劫的那个人 他就是那个人的淪舍了 所以主耶稣 从头到尾 他的所有的教导里面 包括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 主耶稣讲新约的时候 新约里面 所有的书信的里面 我们知道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爱 就是爱 爱就是有这种的爆炸力 因为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是神自己的本性 他的本质 他就是爱 所以主耶稣 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爱 除了他叫这个律法师 讲回律法所写的 要爱神 还有要爱人 他自己也都再重复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那里 这个经文有这样讲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在我们比较初信的时候 希望你都有 有时我们都是要念金句 念一些很重要的圣经的章节 这一句应该一定是 其中两节 我们会时时都要去背 时时都要去记得 耶稣给我们一条新命令 就是彼此相爱 但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这个信念的 我们知道要爱的 但是我们往往都是觉得 爱真的很不容易的 怎样可以爱到 好像主耶稣爱我们 这样的爱法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是应该怎样去爱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爱就是好像主耶稣那样爱 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说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们学习耶稣那种爱的方法 在这个社会的里面 在那些流行曲 在那些电影电视的里面 很多的主题都是讲爱 但是很多时候那种爱 就是讲到纯粹是一种的感觉 一种的感受 就是那种的相爱 夫妇 夫妇 情侣 家人之间 有时呢 都是很靠那种感觉去爱 但是基督徒就很清楚一样东西 耶稣的爱 所以在这个记载的里面 这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就是爱是一个牺牲的行动 当然是一个行动 而且要是一个牺牲的行动 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爱的 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的里面 他讲到有一个人被人打劫 然后呢 又有两个人见到这个被打劫的人 一个就是个祭司 一个就是个利未人 这两个人都见到这个人被人打劫 被人打伤 但是他们视而不见 他们就晓道而行 但是这个撒马尼亚人呢 他就动了慈心 他就有爱 而且他的爱是活出来的 是有行动的 还是一种牺牲的行动 一种牺牲的爱 因为爱不可以只是收藏在心里面 你试试跟你太太说 我爱你 不过我的爱全部都藏在心里面 我不懂得表达的 你知道我的人的 我不懂得表达的 我不会告诉你我爱你的 你知道我是这样的人的 还有我又不会买礼物给你的 因为我藏在心里面 我觉得我送给你的了 不过我都藏在心里面 那些礼物都藏在心里面 你跟你太太这么说的时候 你估他有什么反应呢 你都估到他有什么反应的 但是根本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爱他 而你所有的爱都藏在心里面的时候 你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你跟他结婚就是已经有行动 做得出来了嘛 为什么你不会懂得做出来呢 你是懂得做出来的嘛 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那种牺牲的行动 他那种牺牲的爱 当这个撒玛利亚人 看到这个被人打伤的 躺在地上面 三十四节就形容他说 上前用油和走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料呢 扶他上 骑上自己的身口 带到去店里面照应他 第二天呢 还拿二钱银出来交给店主 叫店主呢 去照顾他 我们读这几句的说话 很快读完的了 很简单 我们就觉得 这个真的很有爱心 你试试细心一点 想一下他这几个的行动 他见到这个人被人打伤 躺在地上 他就上前用油和走倒在他的身上 他的环处相处 那些走和油 你以为哪里来的呢 那些走和油 当然他是自己带着的 他打算要用的 甚至可能他是做生意 去卖这些油 卖这些酒 他是自己要用的东西 最多你说他是自己要做生意的东西 但是他就愿意拿出来 倒在被人打这个人 他的相处 他要拿出自己的东西 这个也是一种牺牲 他要拿出一些自己拥有的东西 自己有一些要用的东西 他愿意拿出来 然后他包扎这个人的伤口的时候 我想他应该不是做这些崩带的生意的人 那无端端去哪里找些崩带来 帮他包扎伤口呢 你以为是哪里找的呢 那里荒山野嶺 不会有药房的嘛 随身又没有理由 那些人无端端天天带着那些崩带在身上的 那那些崩带在哪里来呢 有时看电影就看过了 尤其是古装片 你看过那些合事这样 要去救人的时候 就一喇喇起自己的衣尾 就撕了 那就是用来包扎的嘛 看电影都是这样 那我想看电影的有时都是真的 那真的就无端端去哪里找些崩带回来呢 他要撕烂自己的衣服呢 来帮他包扎 未必只是在穿着那件 起码都戴着一些自己的衣服 但是他就要撕烂自己的衣服 然后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后 通常人都是自己骑一只 生后一只奴仔这样的 但是你要扶这个人骑上去 那他自己怎样呢 如果他骑的是一只很健壮的马 或者有些中东的地方骑下铺 那些很强壮的 可能勉强可以骑到两个人 但是照计那里呢 他是骑一只奴仔 奴仔比较小 未必可以骑到两个人上去 所以他被这一个人骑上去 他的奴仔之后呢 他没得骑的了 他要自己走路 在那些的路上面 本来遇到骑一只奴仔 本来遇到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 骑在一只奴仔的上面 去到他的目的地 但是现在他牺牲了自己 一种比较舒适的方法 被这个伤者坐 那就是他自己要怎样呢 要走路 你就会问一下自己 如果是我 我滞不滞呢 你会不会愿意 用你自己本来需要的东西 这里就是说那些油和酒 你要帮助这个伤者 然后呢 你甚至可能要撕破自己的一些衣服 你本来觉得你很喜欢那件衣服 就好像呢 师母有些弟妹妹 他们就很喜欢这个红魔鬼队 这个曼联 他们买很多曼联的睡衣 曼联睡衣也有得穿的 你要拿一件你很喜欢的曼联的球衣 那件T恤 撕破它 指弹它 来帮一个伤者去包扎 你一撕的时候 一声 你心都痛 你的心都好像被人撕裂 一声 你愿不愿意这样去爱一个 有需要的人 然后本来自己骑的路仔 现在自己没得骑 给了他骑 自己要怎么 走路 在那些荒山野岭的里面 在那些的 那些山头 没有现在这些这么漂亮的石屎路 你要走 而且本来你 骑了一个路仔 虽然它不会跑得很快 好像那些进马一样 但是起码都快过自己走的嘛 你还要想起来 这条路上面很多贼 刚刚才看到有一个被人打劫 被人打到滚了在那里 然后呢 你就自己要在这条路上 慢慢地走 你本来骑了路仔 你本来骑了路仔 都可以快点 现在呢 起码慢了一倍 在一条这么危险的路上面 哇 你真的要很大的爱心 你才会肯这样做 你还要很大的勇气 你才敢在那里这样走 有时 当我们想到这些 哇 有个人躺在那里 伤了 好不好去帮他呢 我们都可能见过 有一些这样的报道 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 有不少的人 见到一辆车来着 他就在车面前滚下 就假扮给车车衬 有没有见过这些人 那我们一想起这些的时候 哇 你怎么敢去帮那些人呢 你真的害怕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我读小学的时候 在香港 有一次在我家 楼下的附近 我走那条街 那条大街来的 不过呢 那里建屋有个地盘 整了那些木在那里 那看到有一个人 真的滚在地上 那我回想起来 我那时候太小过了 读小学而已 我怎么帮到他呢 于是我真的要路走 真的试过 我一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想起 我那时候真的试过 那很容易给自己藉口的 我那时候这么小过 他这个大男人 这么滚在那里 就算他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帮他的了 那便算了 那时候又没有手提电话的 我不可以立刻打个电话 帮他报警 叫狗伤车 没办法帮他 那就算了 很容易的 也都是很自然的 也都是很有理由的 不可以帮他 但当我们 被神的爱 触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被神的爱 曾经感动过 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神的爱 去充满我们 去驱使我们做一些 我们不敢做 以前不愿意做的东西 我们要明白 其实这个祭司 和这个利美人 究竟是什么人 看到人家受伤地滚在那里 眼尾都不瘦一下 急急脚地 要路走 第一我想起就是 我真的试过的 不是开玩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我真的试过 那更加我会想 其实这个祭司 和这个利美人 不是坏人来的 他不帮那个人而已 他都不是坏人来的 尤其是我自己都试过 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坏人来的 很正常 很自然的 但这个祭司 和这个利美人 因为他有自己的目的地要去 他有自己的东西要做 他很忙的 哪里有这么多时间 去帮这个人 又包扎 然后还没有骑牢 还要慢慢走 走长了很多的时间 我本来要做的东西 做不到 我本来约了人 我就变成要失约 我们真的觉得 很有理由不去帮他 所以 当我们想一下 我们不帮他 这些情况 那不是很大罪 也不是很大罪而已 但我们要从一个 积极点的角度来看 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嘛 耶稣就是这样 来到 帮我们 去得到 这个拯救 是他这样救我们 但是如果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又不肯去帮人 我们又不肯去救人 所以这种 这种牺牲的行动 很坦白说 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性的里面 会做到 也都肯定 不会是我们 喜欢做的东西 因为你真的要 牺牲一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 学习就是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 从神的话语 从耶稣 基督他自己的榜样 从他的圣灵的力量里面 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些 我们本来不会做的事 本来要讲理由的话 讲道理的话 讲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绝对不会做的 那些事 但是就因为圣经的说话 因为神的缘故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就可以做到的 做到一些我们本来 绝对不会做的事 所以在耶稣这个故事里面 我也都学到一件事 就是说 原来爱是可以学到的 是可以学回来的 你不是生出来就会懂 很多东西都不是生出来就会懂 你问一下你自己 有多少东西你生出来就会懂 第一样生出来就会懂 就是哭 不过原来有一些 连哭都不懂那些 就要被医生打屁股 打屁股呢 打到你哭 大部分的BB生出来就会哭 然后生出来就会懂 自自然而你的嘴就会 找东西来咀嚼 找东西来吃 生出来就会懂 不过很少的 不是很多东西你生出来就会懂 所以原来爱都是一样的 生出来是不懂的 不过是可以学到的 我们读圣经是可以学到的 但是不只是读了圣经就自然学到的 因为你都会发觉 我都读了不少圣经 不过都还是不太懂得爱 所以不只是读了圣经就自然懂得爱 是你读了圣经的时候 有圣灵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基督的爱感动你 你就会懂得去爱 所以起码 如果你以前不是这么想的话 你要尝试一下改变你的想法 就是原来爱是要学的 爱也是可以学到的 爱心你觉得现在自己不够的话 是可以学到多一点增加到的 这个思想 一定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就有机会 就有希望 美国有一位牧师 我不记得他中文名叫什么 英文名叫Bill Hybels 他的教会最出名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在礼拜六 有一个崇拜 就是一个主要是给未信耶稣的人 来参加的一个崇拜 英文叫做Seeker Service 就是那些无导有的崇拜 他们想知道教会是什么的 他们想知道耶稣是什么 那么那个崇拜里面的信息呢 就是主要是给一些未信的人听 那么他教会是最出名做这个事工 他就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反省 他说我经常要提醒自己 我一直要维持住我的爱心和热成 这个是我的责任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我做这一件事 这个是我自己的责任 我不可以让我的爱心和热成减少 所以我要反省自己 我要知道究竟会有什么 令到我的爱心对人的热成 是会减退的话 我就要想办法 令到我自己的爱心和热成 不会继续减退 他很清楚自己需要这样做 于是他说 我就会想一下究竟是什么人 或者是看过什么书 或者是我经验过里面 试过有什么 是能够使得我的爱心热成 是可以增加的 如果是在退的时候 是能够所谓的重燃爱火 我对耶稣的热成 我对人的热成 怎样可以增加 他知道是他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要赖了神 你知道有时有些基督徒 很多东西都喜欢赖了神 说撞车 又说神令到我撞车 因为他要教训我 其实有时就是因为自己驾车不小心 有时我们说 爱心这些东西 不是我自己想多些就多些的嘛 神啊你要帮我 你给多些爱心我吧 我们就将那个责任全部给神 当然我们是要靠神 但是我们不可以将责任给神 所以爱是需要学的 爱是可以学的 另外一样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 加上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说话 他说呢 你们要给予此相爱是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就要怎样的相爱 你要照样去做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照样去爱 照样去爱 最奇怪的就是不是照样这两个字 最奇怪的就是在这节圣经里面 耶稣说呢 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 你有没有想过 这条新命令 旧约里面已经有说的了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尽力爱主你的神 接着的第二条就是什么 你要爱人如己 是不是 旧约里面已经讲的了 已经教了的了 耶稣现在讲回彼此相爱的时候 他说是一条新命令 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 怎样新法 爱人 爱人一早 圣经旧约都已经教了 为什么是新呢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是叫做新命令 在希腊文的里面 有两个字是去表达新的 第一个字的新 就是说以前没有的 现在有 那就叫做新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字 是形容新的 那个新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以前都有 不过现在是比以前更好 那他也都是叫做新 就是好像一男一女结婚的时候 这两个人本来已经是存在的了 不是以前没有的 以前都已经是人来的了 这两个 如果他两个都不是人 那就糟了 这都不是人来的 那就糟了 两个都已经是人来的了 不过现在是新人 就是结了婚 成为一对新人 好过以前 怎么很快 因为结了婚 所以有些东西特别好一些 所以其实耶稣 讲的一个新命令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说以前没有 以前都已经有了 但是现在这个新的意思 就是说 我怎样爱你 你照样的爱 那个新的地方 新在哪里 新的地方就是 以前你是爱人如己 即是说你要懂得爱自己 于是你就会去爱人了 还有你怎样爱自己 你就怎样去爱人了 所以你爱人的赤度标准 就是你有多爱自己 又怎样爱自己 你就照样用你爱自己的那种爱 你对自己怎样好呢 你就要对人家都一样怎样好 用自己做个标准 但耶稣来了之后 新了那条命令 怎样新法呢 不是用你自己来做个标准 是用耶稣的爱来做标准 因为耶稣说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所以标准不是自己 而是耶稣 用自己来做标准的时候 标准就低一点 因为你的爱都很有限 有些人甚至不太懂得自爱那些人 不懂得爱自己 所以你就不懂得爱人 但耶稣这个新的命令就是 你不懂得爱自己 也不要紧了 你知道耶稣怎么爱你就可以 你就照样用耶稣的爱去爱人 标准新的 你可以说标准更高 哇 这么高的标准怎么做 我本来都已经不太懂得爱人 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已经不知道可以怎么爱 你还说要用耶稣的标准 你真是天方夜谭 不是天方夜谭 耶稣所讲的命令 耶稣所给我们的命令 每一样都不是难遵守 是做得到 是学得到 而且我们学的时候 不单止是说 因为我读了圣经 我懂得这件事 我就可以去做了 我们爱的力量 在耶稣那里来的 在圣灵那里来的 所以你要真是跟耶稣有 那个个人的亲密的 关系的时候 耶稣的生命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就有那种爱 因为你的生命 不再只有你的生命 而是耶稣的生命 所以你就有耶稣那种爱 有耶稣那种的能力 去爱 上个礼拜看到 有一段的新闻 在美国 大家可能都有 有些人看过 在美国一个叫做 Indianapolis的一个城市 有一辆车 无端端就 撞到行人路那里 我们偶然都听到 有一些这样的意外发生 没多久之前 澳洲都试过 车死人 那个报道就说 有一个小学的校长 幼稚园的校长 他就跟一班的学生 站在行人路那里 他见到这辆车 这样冲过来的时候 他真的推开了那班小朋友 推开了那班小朋友的时候 自己就走不及 就被那辆车撞死了 这个校长是一位女士 他做校长做了22年 你见到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 你自己试一下想象一下 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 你见到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 你会想什么呢 其实你没有机会想什么 是不是 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你没有机会想什么 你就会用你的本能来反应 你的本能是什么呢 马上跳开了 自己走路 那就自己安全 但是这个校长 他的本能呢 是推开那些小朋友 反而自己被车撞死 所以我们去爱的时候 就因为耶稣的生命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的本能就是耶稣的生命 不是因为你想了一大轮 当然不是说你不用用脑 有些事情要想的 有些事情你有时间想的 但是那种本能就是因为 是耶稣的生命 所以我就说 你只是读了圣经 未必懂得爱的 你甚至你读了教圣经 你读得去 在那里讲道讲圣经 你都未必懂得去爱 你真的要开放自己的生命 有圣灵 临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是耶稣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你就自然会 有这样的本能的反应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问自己 究竟我会不会懂得 有些人在我身边 他们需要人这样去爱 需要人这样去关心 需要人这样去帮助他呢 那你未必时时都遇到那些 被人打劫 躺在地上那些人的 但是你的身边有些什么人 你是可以伸出一只手 来帮助他 来表达到你的爱 表达到耶稣对他的爱 这一样呢 我们就好像 这位牧师Biocheibos一样 时时要这样去提醒自己 要去想 所以你那个 去爱人那种的 的反应呢 有时你要去 想 尤其是你要想 去提醒自己 你要去想呢 就是 被耶稣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这些呢 就是你要想的时候 我们 能够怎么样去 活出 这种的爱 活出来这种的爱呢 就好像呢 有一个故事呢 讲有一个年轻人 那次呢 就在圣诞的时候呢 他一个很阔老 买了一辆新车给他 那他很开心 有辆新车 是圣诞礼物 那他开了车呢 就去上班 有一天呢 他下班的时候呢 就下到来 看到一辆车 有一个 就是这些所谓呢 经常 在街 那些 好像街童那些 这样的人 一个小孩呢 哇 在那儿欣赏 他的车 初初呢 他都很害怕的 哇 你会不会呢 挂回我的车 这些街童 你看到他都害怕 他走过去的车的时候呢 这个街童呢 就告诉他 哇 你的车 好新好靓 闪闪亮 我好羡慕你啊 那这个年轻子呢 跟个街童 聊了两句呢 都觉得 他都不是那些 很带很坏的街童 于是呢 就跟他聊天 那这个小孩呢 就问他 这个车要多少钱啊 这个年轻子说 这个车多少钱 我都不是很知道的 因为呢 是礼物来的 我不用付钱 一个仙都不用 是我歌送给我的 圣诞礼物来的 那这个街童 这个小孩呢 他就说 哇 这么漂亮的车 一个仙都不用 你这个歌送给你 你这个歌送给你 这么开心 我都希望 我是一个这样的哥 想想通常呢 我想自己 我不知道你是否 我第一个反应 听到这个人说 我歌送给我的 我第一个反应 我第一个反应就会说 哇 他车一个仙都不用 我都希望 我有个这样的哥 是不是 你是不是这么想 我是这么想的 但这个年轻人呢 这个小朋友 这个街童 他说 我都希望 我是一个这样的哥 那这个年轻人 见这个街童 都好像挺乖 好了 我车你游车河 那这个小孩呢 说 不如这样吧 你可不可以 兜到我家 那好 我兜你回家 那到了我家 这个小孩下车 你别走着 等我一会儿 那就跑跑跑 跑到屋里面 接着呢 几分钟之后 走出来的时候 就抱着一个 小过他的一个弟弟 原来是他弟弟来的 但是他弟弟呢 就不懂得走路 脚有事 那么他抱着这个 他的弟弟 来到见到 这个年轻人 这个车主的时候 这个车主 这个年轻人 听到 这个弟弟 跟他的弟弟 在那里讲 你知不知道 这个哥哥呢 他哥哥送了车给他 我希望 我将来都是一个 这样的哥哥 我可以送一个车给你 那你就可以 坐着这辆车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经常告诉你 这里怎么样 那里很漂亮 所有这些地方 你都没去过 你都没见过 第二天 我就车你去 做一个 这样的哥哥 你想想 跟我们 那个所谓 本能的反应 多不同 我的本能反应 就是 我也希望 我有一个这样的哥哥 而且不单止 还要有一个哥哥 有足够的财政能力 送一辆车给你 他现在真的 那么疼你 那么慷慨 真的送一辆车给你 但这个小朋友 说的竟然是 我希望 我会成为 一个这样的哥哥 所以我们究竟 有没有这个生命 我们有没有 耶稣的这个生命 我们会不会 可以这样 去帮助到人 我们会不会 可以 把我们 听了很多 唱了很多的爱 去活出来 去行出来 主耶稣说 照样行吧 你照样去做 你肯不肯 照样去做 你会不会 可以多点去想一下 我身边有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需要 我身边的人 我有什么 可以帮助到他们 不要只是想 物质方面 可能你觉得 我身边的人 有钱过我很多 他送一辆车给我就差不多 我没理由 会想一下 我送一辆车给他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呢 他帮我就差不多了 他读了这么多书 他有份好的工作 可能你很多时候 就想这些东西 但是 我们能够帮到 其他的人的 最好的是什么 可能你说 牧师当然是想这些东西 牧师就想什么呢 我就最希望帮到他 就是帮他信耶稣 这个就是他最大的需要 当时 这个被人打伤的人 他当时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包扎 有人救他离开那个地方 等到他不用 放山野嶺 半夜都还躺在那里 流血不止而死 他最大的需要 你身边的人 你知不知道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当然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有些人真的需要物质上的帮助 有些人需要 找一个理想的配偶 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但是我们看到最大的需要就是 他需要信耶稣 我前一段时间也有提过 有一次就是 我开始去全职事奉的时候 在这个叫青年归主协会 我刚刚开始去那里做事 那个总干事就跟我吃饭 记得我之前有说过 这个总干事跟我坐下吃饭 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有一个学生坐在你的面前 你能够帮到他的只有一样东西 你会帮他什么呢 我的答案就很简单很直接 我就是帮他认识耶稣 于是他就请我做事 如果我答错了 可能他不让我做 最大的需要 希望你都看到 主耶稣说照样行白 你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你帮助他 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你去帮助他 帮助他信耶稣 真是以爱心 爱到他信耶稣 有时候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跟他讲很多的道理 他都未必信你 但你爱他 你去关心他 你去给他时间 他就会从你的身上 看到耶稣的爱 他就会信 耶稣说照样行白 我们一起祈祈福 多谢我们的主 多谢我们的神 你知道我们本身 不是一些很懂得去爱的人 所以主在你 自己的生命的里面 你就是爱 当你的生命充满我们 当你的生命 变成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的生命变成你的生命 我们才懂得去爱 无论坐在我们身边的 无论是住在我们家旁边的 无论是我们甚至有一些家人亲友 时时见面也好 很少见面也好 主也都帮助我们去爱 因为耶稣你爱世上每一个人 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 你不会去爱他 所以主也教我们懂得去爱 以你的爱心去爱 以你的标准 以你的样式 那种牺牲救人的爱 让我们去爱 主也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你的生命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接着想跟大家唱这首诗歌 荣耀归于真神 平时讲完唱诗 如果讲爱 应该唱一首爱的诗歌 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首 就是当我们看到耶稣 当我们看到耶稣的真实 当我们看到祂 如何流血 为我们牺牲 看到神的荣耀大能 我们就会懂得爱 所以我们唱荣耀归于真神 我们下支发录 感谢您的字幕 您的字幕 您的字幕